当年张博之因为一些这个照片曝光以后 那谢霆锋没有和张博之离婚的主要原因 你知道吗 其实是跟谢贤有很大关系 是不是很出乎大家的意料 也让人想象不到 作为谢霆锋的父亲能够力挺张博之 那么实行经过是啥样呢 根据网上这个说法吧 出事以后回家这个张博之就给谢贤 倒上了一杯茶水 并且保证以后对公公婆婆非常好 一定要做一个好儿媳妇 其实照片门这个事情也不能责怪张博之 毕竟张博之也没有想到这些照片会流出来 所以说陪礼道歉以后 谢贤还是一如既往的力挺张博之 不仅当众大骂了陈冠希 而且还表辞为怀孕的张博之煲汤 而另一边张博之 也的确进到了一个当好儿媳妇的本分 低调的与谢听风过去了小日子 其实对于谢贤在娱乐圈的一辈子的人来讲 也知道娱乐圈这个险恶 况且他这个大孙子还要出生 这一点张博之肯定是对谢家是一大功劳的 所以说即便发生了如此的丑闻 谢贤依然力挺张博之 当时的谢贤的举动也遭受了很多网友的质疑 也有人说了谢贤是不是和自己的儿媳妇有什么秘密这个事情 其实真相是这样吗 个人认为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问题最关键的是张博之抓住了谢玄的死穴 什么死穴呢 可以说作为老人吧 也是作为公爹婆婆这一辈子的一个人 最希望的是啥呢 是不是早点抱孙子 其实还没等到谢贤要急于抱孙子的时候 人家张博之早已经生了一个大儿子谢真轩 对吧 并且人家张博之在娱乐圈也是有一定地位和影响力的 能够放弃大好的前程给谢家生孩子 就从这一点 谢贤也没有理由不挺张博之 这是情理之宗的事情 可以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最后两个人也没有走到一起 最后离婚了 还是离婚收场 即便离婚了 在谢贤每次过生儿的时候 张博之亲手为谢贤准备生儿礼物 或许是正是因为如此 才能获得谢贤一直以来的力挺 可以说谢贤几乎在每次公开的场合 谈及张博之的时候 都会感谢他为谢家生下两个大孙子的感情 并且外界还传言的谢贤之认 张博之这么一个儿媳妇 其他的他都不认不认可 不得不说张博之或许是一个失败的妻子 但是他绝对是一个合格的儿媳妇 更是一个合格的好妈妈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观众 下次见 拜拜